第371章 天降陨石 天船断成两截 一前一后 越来越远 天门下 苏云在灵月先生和董医师的帮助下 终于稳住身形 将神帝遇到猿那一击扛下 他脚下突然一软 跪了下来 身后离柱上布满裂痕 离渊中真猿喷涌如潮 苏云尽管已经是离渊境界大圆满的高手 又比普通灵士多出肉身境界和广寒境界 但是对比神帝遇到猿这等于凡人之躯 超越神魔的存在 还是相差太多 广寒山一行 苏云得到半池月华凝碌 广寒境界被他修炼到圆满境地 性灵变得无比强大 他比普通灵士多出一个境界 若是按照传统境界来分 他现在相当于天象境界的灵士 而若是加上肉身境界 等闲天象境界的大高手也很难与他争高下 但是面对神帝 那就逊色太多 苏云脚下突然甲板破碎 化作无数碎片 花胡忍住伤 连忙催动神仙所将苏云绑住 拉到安全之地 只见那些碎片从船上飞起 向后飞去 太空中飞行速度极快 这些碎片如同利剑哆哆哆作响 插在后面的天船上 太空中 天庭诸神只剩下上半身 躲避不及 不知有多少神魔中招 被天船或者锋利或者巨大的碎片插在身上 稳不住身形 连番带滚向下方坠去 刚才灵月和董医师全力催动大黄中 抵抗神帝遇到袁纳不经意的一击 爆发出的力量实在惊人 不少海外通天阁的高手也纷纷催动神通冲出天船 避开双方的神通冲击 不料太空与地面不一样 没有任何可以介立的地方 从天船上迸发出的碎片速度极快 即便是木块在如此高速下 也如同锋利无匹的飞溅一般 不少海外通天阁的高手措手不及 有人被小山般的碎片砸中 有的被穿胸 惨叫着跟随着那些天庭神魔一起砸入大气层之中 顿时化作一道火线向地面坠落 这一幕看得众人心惊胆战 此时天船已经行驶到袁硕的上空 袁硕上空像是下起一场流星雨 火雨不断 不仅有天船碎片 也有天庭神魔和海外通天阁的高手 苏云勉强收回自己的皇中 董依师扶着光果 双腿也有些颤抖 天船不断分解 这半艘天船上还有数十位通天阁的成员 他们没有来得及躲避神帝剑术 被神通的余波冲击地砸在各处 伤势不清 朱军 仁莫于静和伟神遇到袁 乱我稀土久矣 遇到袁甲天庭神帝之名 操弄人心 把持朝政 窃取大权 掀起盘阳之乱 罗婉一一身长衣 英姿飒爽 脉步走来 朗声道 我通天阁乃是追求大道的圣地 不是争权夺利的菜式 伟神并非是神帝 只是一介凡人 利用众生恐惧宣扬天庭 企图蒙蔽天下人 朱军 可愿意与我一起对抗伟神 就大秦就稀土紫密于水火 苏云生后 天船的天门 突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倒塌下来 滚动着向后飞去 撞向另外半艘天船 船上的海外通天阁高手 看着那座倒塌的天门 心中有一种莫名的震撼 这艘天船 乃是与月流西那艘天船 同时锻造而成 月流西的那艘 已经随着月流西之死 而一起回去 象征着圣人的陨落 而他们初次见到这艘天船时 宛如登上了天庭 尤其是踏入天门的那一刻 竟然让他们生出一种朝圣的感觉 现在天船裂开 天门倒塌 难道象征着神帝天庭的没落 一个年轻人挣扎起身 来到罗婉仪的身后 其他通天阁成员见状 漠不作声 纷纷来到他的身后 而在后方 神帝遇到猿呼啸飞回 落在另半艘天船上 只见天船被碎片 砸得千疮百孔 他幸存下来的天神与神王 分身纷纷飞回 不少通天阁的成员 也跟着落在船上 苍九滑聚集中人 向前方看去 只见另外半艘天船上 数十海外通天阁成员 聚集在罗婉仪身后 不由心中一沉 罗婉仪是极富心机的人 巧舌如簧 肯定会将这些通天阁成员 聚集在自己麾下 作为争夺大秦权力的班底 罗婉仪转过身来 与他们对峙 海外通天阁 就此分裂 神帝遇到原面目阴沉 他险些被罗玉静一剑斩杀 留下了莫大的心理阴影 看到苏云施展相同剑术 宛如惊弓之鸟 竟然被吓得顿走 着实丢了颜面 更令他羞怒的是 他竟被吓得 连元气化作的下半身 也崩溃瓦解 仅仅是他本体的下半身 瓦解倒也罢了 所有天神 甚至神王一起跟着瓦解 那就丢大人了 苏云来到西土的第一天 与吴童有过关于 心学弊端的谈论 两人说道 西方心学不修道心的弊端 认为心学的威力固然强大 但在道心上严重不足 那时的苏云和吴童 一个是原动境界 一个是离渊境界 可谓是境界低微 但是两人却目光如炬 这个弊端在罗鱼镜身上应验过 而今 在神帝遇到员的身上 也应验了 听我号令 神帝遇到员 飞在半艘船上空 不再掩饰自己的身体 冷冷道 给我追击前方的天船 将所有人灭杀 性灵也不许留下 飞落在这半艘 天船上的海外通天阁高手 也有五六十人 文言立刻催动天船 只是这半艘天船 很多符文印记都已经断去 不催动还好 这一催动 顿时失控 长达半里左右的大船 发出咯咯咯咯的声响 倾斜着 从太空斜斜坠向袁朔 他们前方 苏云等人所在的半艘天船 也没有好过 几乎是同时向袁朔坠去 双方都在努力调转方向 控制天船的三对凤翼 试图重整旗鼓 飞出大气层 两艘残缺的天船 噼里啪啦作响 不断有巨大的部件 突然失控脱落 向后飞去 然后坠入大气之中 熊熊燃烧化作一道 火光坠向袁朔 而在他们前方 一片滔滔大海出现在天外 碧海蓝天似乎另成一界 向下看去 则是天使元大陆 斜斜插在他们星球的表面 天外的海洋 正是北海 碧水滔滔 海上风浪正景 遥望海中有大鱼 时不时飞翔出海面 又有大妖在海上掀起妖云 兴风作浪 只是距离太远 看不真切 后方 一道道神通跨过长空 向着半艘天船轰来 另外数十位海外通天阁的成员 则护住罗婉伊 催动神通抵挡 双方神通在半空中碰撞 极为璀璨 哄 天船撞击在大气层上 雨翼开始燃烧 准备弃船 董医师用银针压制苏云肉身的伤势 苏云感觉身体恢复一些 立刻高声道 这艘船不能待下去了 董医师连忙背起那口棺果 众人正准备跳船 突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后面半艘船撞来 碰撞在一起 将众人颠簸地飞了出去 花壶连忙催动神仙锁 神仙锁如同长龙 将所有人腰身缠住 只是花壶法力修为尚弱 立刻被众人拖带着 向下坠去 但好在凌岳先生反应过来 催动浩然之气 神仙锁顿时从金光灿灿的精神化 做一条乌烟瘴气的黑绳 将众人坠落的身形稳住 凌岳先生再度催动法力 只见神仙锁越来越粗 如同黑龙 长达树里 让众人落在龙背上 在长空腾挪 向下飞去 而在他们身后 神地遇到员衣衫衣衫衫衫衫衫 在火光中飘飞 身后天庭浮现 残存的诸神与苍九华等通天阁高手 屹立在天庭之中 冷冷道 你们能逃到哪里去 神地遇到员身后 天船变成一个巨大的铁驼子 熊熊燃烧 拖着滚滚的黑烟 直奔袁朔朔北方向而来 此时 朔北天使园一带 正值陆陵军 与袁朔朝廷的大军开战 袁朔朝廷调动四十万大军围剿陆陵 将陆陵军堵在天使园与河西之间 袁朔朝廷兵强马壮 高手如云 各大世家都认为 这是建功立业的好时机 世家的首脑 往往率领各大世家的精锐 前去剿匪 打得左松延的陆陵军 抬不起头来 袁朔的世家灵力 世家之主 往往都是争胜境界的大高手 每个世家都有灵兵 或者祖上 是强横至极的存在 由庙与祠堂供奉 求水静 仅召两大高手 辅佐左松延 但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但以朔北来对抗袁朔全国的世家 着实吃力 就算求水静有通天彻地的才华 也被打得焦头烂额 求水静只能依据天使员的天险 聚守朔北 别说东进一步 即便是想保住这道天险 都很困难 求水静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看着对面不断增兵 这增添的兵力 早晚有一天会压垮朔北 让这次朔北起义 彻底被绞杀 然而就在这一日 天空中火光熊熊 一个长短半里左右的庞然大雾 轰隆一声巨响 砸入袁朔朝廷在河西的军营之中 一时间朝廷大军死伤无数 袁朔各大世家前来捡便宜的高手 过半葬身在这次天降陨石的棋袭之中 求水静得到这个消息时 脸上的迷茫半赏都不曾消失 随即下令立刻兵出天使园 反手为攻 天降陨石 这是天要灭这无道昏君 朔方陆林军士气大涨 而在此时 神仙所所化的黑龙浓烟滚滚 坠入天使园 第372章 苏云的道场 我说过绝不踏入袁朔半步 便绝不食言 黑龙坠地 苏云纵身跳下 心花怒放 天使园不是袁朔领地 所以我回到天使园 并不算违背诺言 天空中 万千道剑光如雨般落下 那是神帝 遇到袁周深的豪光 林月先生 苏云和花胡 合力催动神仙所 神仙所腾空 无数文字如同洪流 抵挡豪光 然而下一刻 豪光将神仙所洞穿 雨点般落下 大圣灵兵 根本不能抵挡地 驻神帝遇到袁的剑术 于静生死 应龙 白泽从神魔中除名 神帝遇到袁 便是天底下最为强大的存在 哪怕他此刻重伤在身 哪怕他肢体和性灵都不完整 也远非苏云等人所能抗衡 董一师双臂血肉模糊 无法再动用仙术 只得将身后背着的光果甩出 巨光横空 迎上豪光剑雨 叮叮叮地爆响传来 光果顿时破碎 下一刻 滔天神威从光果中喷布而出 将漫天豪光冲击地粉碎 神帝遇到袁吃了一惊 定睛看去 却是一尊神尸 死后依旧光芒万丈 身后倒火如轮 熊熊燃烧 那神尸 竟与董一师有几分相似 这神尸 正是迎获大陆之行 苏云等人发现的那具 火德神君尸身 苏云认为 火德神君有可能是 董一师的先祖 所以让燕青舟等人带回 交给董一师 董一师看后 说是其祖父 这次回袁朔 也是要带着火德神君 返回天室园安葬 因此 一路上哪怕是 遇到两次帆船事故 他也没有让光果离身 这次若非神帝势头太猛 他也不愿惊动 火德神君的尸身 神君尸身一出 顿时有一种大道如轮 环绕脑后的感觉 仿佛奇缘犹在 一具尸体罢了 神帝遇到袁冷笑 身后天庭震荡 上扇 许颂等长老 飞出天庭 落在地上 遇到袁周身 袁道剑场轰然开启 有一种化剑术 为剑道的感觉 一剑刺来 冷冷道 以你们的实力 根本无法动用这具神诗 董医师加福而做 低声道 护住我肉身 他的头顶葱门 一道金光射出 在半空中化作一朵莲花 莲花开启 他的杏灵坐在花中 浑身光芒灿灿 夺目至极 镜子站起 从火德神君的头顶 葱门落入其体内 林月先生没有见过这一幕 连忙询问苏云 苏阁主 老董的杏灵 怎么是金色的 苏云摇头 我也不知 不过他好像是 天使员的小神王 还未成年 火德神君 是被北缅长城外袭来的 长矛所杀 胸口破开一个大洞 但肉身基本完整 董医师姓灵入住其中 顿时将这具可怕的 神君肉身激发 有一种超脱于神通的力量 从火德神君 脑后的火焰轮中 迸发出来 神君抬手 董医师横在膝上的神刀飞起 刀光剑影 碰撞在一起 一股耀眼的光芒 从刀剑之间迸发 席卷四面八方 天使员到处都是 人际罕至的密铃 这一波光芒扫过 顷刻间数千亩密铃 悉数被斩断 化作熊熊火焰 远处一座玉峰突然崩塌 坠落下来 落地成熔岩 苏云看到刀剑碰撞的那一幕 突然脑海中一道灵光闪过 仿佛脑中有一片混沌 未曾被打开 而刀光剑影 却在刹那间 把这混沌劈开了片刻 火德神君身后的火焰轮 好像与遇到员的 遇到员的圆道剑场有些类似 都是某种高度凝练的神通 近乎于道 他像是抓到了 这突然逝去的一道灵光 脑中各种讯息雷霆般轰鸣 像是时空深处 有着各种符文烙印 幻名幻灭的 在他脑中浮现 遇到员的圆道剑场 是通过他对剑术的理解 修炼到圆道境界 是开辟而出 近乎于道 近乎于神 火德神君的火焰轮 应该也是如此 董医师姓灵入住 其祖父的肉身 便可以借其肉身 来施展家传仙术 修成道场 便可以参悟出自己的仙术 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修炼 遇到员的强大 在于他捕捉到这一点 但是却没有修炼到 火德神君的层次 那么仙剑呢 仙剑斩妖龙吗 仙剑斩妖龙是仙术 我没有修成剑场 却领悟出 仙剑斩妖龙这一招 那么 能否从仙剑斩妖龙 反推员道剑场 或者火焰轮这等东西 他的脑海中 各种信息轰鸣 杂乱不堪 仙剑斩妖龙的剑术 在他脑海中 变化为不同形态 他眼中天门后的世界 仙剑斩杀一尊尊 神魔的情形 历历在目 各种剑术分塌而来 冲涩他的大脑 苏云待在当场 仿佛突然神游室外 对四周的一切纷争 统统视而不见 冲耳不闻 上扇 许颂等海外通天阁 数十位高手杀来 林月先生奋力抵抗 罗婉一也自率领 麾下的通天阁高手厮杀 竭尽所能守护住 董医师的肉身 此刻 董医师姓凌入住 火德神军的肉身 独自立战神地狱道员 他们所有人的希望 都寄托在董医师身上 只要董医师不死 他们便还算安全 但罗婉一麾下的 通天阁高手的整体实力 都不如上扇 许颂等人 上扇 许颂是长老 其他人也都是 通天阁内的民宿 就算林月先生的本领高强 也不可能挡得住他们 苏云此刻却浑浑噩噩 神色呆滞地站在那里 没有出手 突然 一道神通轰来 花狐正欲搭救 已经来不及 急忙叫道 小云 你发什么怠 却在此时 苏云突然脚下一动 将这一道神通轻易地避过 花狐刚刚松了口气 便见苏云像是梦游一般闯入战场 在百十位海外通天阁 和林月等人的神通之间 漫步而行 双方杀红了眼 林月和花狐还会顾及苏云 但海外通天阁的诸多高手 与苏云没有什么感情 只要出手 便不会留有余力 甚至罗婉依也动了一样心思 若是苏某某死在战场之中 我可以取而代之 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苏云在他们各种奇异神通的攻势下 如履平地 总是看似显之又显地 避开所有人的神通 上善大喝 但见一座楼宇镇压而下 轰隆一声 将苏云所在之地 压得大地裂开 然而苏云却从尘埃中走出 踩着这座楼宇平行于地面 向上行走 这小子 上善大怒 正欲在施杀手 只见苏云竟然从他的神通上 走到另一个争盛境界的 大高手的神通上 那人也是海外通天阁长老 不禁骇然 他以山为印 每一印宛如万人大山镇压而下 然而苏云却站在他的山印上 像是没有重量 没有实体一般 无论他如何催动神通 都无法集中苏云 这种事情 他从未见到过 这是场 上善突然醒悟过来 师生道 其他通天阁高手 也纷纷醒悟 露出骇然之色 罗婉云身心俱阵 这是元道境界的存在 所修成的道场 万法行来一道场 他这是在步履他的道场 这不可能 道场是元道境界的存在 才能领悟出的东西 是树上生为道的过程 比如稀土最高剑术 便是遇到员的剑术 而遇到员的剑术 脱胎自神帝剑术 后来遇到员超脱 练久元道剑场 剑术进道 被誉为大秦古往 今来剑术第一人 并非是每个元道境界存在 都能修成道场 元道境界的存在尚且如此 更何况 苏云只是离元境界的巅峰 但是 他现在的状态 确实像是要摸道场的边缘 罗婉云心中既是羡慕 又是极度 还有些失落 他的悟性和天分 果然极高 我比他逊色一分 难怪会两次落败 只是 他是如何领悟出道场的 苍九华心中 也不由地生出极度之心 难怪历代阁主的英灵 都会选择 他为这代阁主 这就是他们选择苏云的理由 他当即施展神通 对苏云穷追猛打 疯狂向苏云攻去 试图打断苏云的领悟 苍九华攻击之时 突然察觉到 还有其他神通 也在攻击苏云 心中微动 不由向罗婉亦看去 心道 罗婉亦 看来你也抱有同样的心思 打断他的参悟 你从前高高在上 但现在也不能免俗 众人各施手段 尝试打断苏云的参悟 然而却怎么也无法让苏云 从空灵的状态中醒来 他们并不知道 苏云并非是悟性逆天 而是从仙术反退道场 就算他们打断苏云的参悟 下一次 苏云还是可以轻松 进入空灵的状态之中 世间流传着许多种仙术 元朔皇族便掌握了六七种 大秦也掌握了多种 其他国度如大下大渊 也有不同仙术流传 但是 苏云见到的仙术不同 他是亲眼看到 仙剑斩杀一尊尊神魔 从而领悟出 仙剑斩妖龙的仙术 别人的仙术 只是近道的神通的别称 而他看到的 却是真正的仙术 他领悟出 仙剑斩妖龙 由此反推 相当于从仙人的境界 反推元道境界 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他此刻相当于在意自己的脚步 丈量自己的道场 在他的道场之中 他处于一种绝对空灵的状态之中 就相当于遇到 元身处自己的剑场之中 哪怕是三足金屋那样的存在 也躲不开他的攻击 只能凭借绝对力量 破开他的剑场 渐渐的 苏云不再是简单地在场中走动 而是四周渐渐有了剑光 那剑光不知从何而来 仿佛从虚空中生就 随着他的心意而生 突然出现 展向一位通天阁高手 那人急忙避开 肌肤却破开一道细微的伤口 不由心中一惊 四周的剑光渐渐增多 众人神通惊天动地 打得天崩地裂 这剑光根本不起眼 然而却给他们极为危险的感觉 让他们不得不躲避 又过了片刻 苏云四周 突然剑光越来越多 他的真元飞速外拓 无数剑光变得无比致命 形成一个奇特的场域 那场域不大 只有十丈方圆 随着剑光的消散 方圆十丈一片空虚 刚才袭来的神通 刚刚进入这十丈范围 便突然湮灭 消散 他的道场成了 众人心中一惊 苍九华压制不住极度 催动神通 一剑奋力刺来 他一步之间 欺入苏云的道场 剑光破开重重阻力 刺向苏云眉心 就在苏云的面前时 苍九华眼角跳动一下 身躯像是陷入泥闹 将在当场 他想后退 却退不动 苏云眉毛轻轻动了动 缓缓张开眼睛 稀土通天阁 是想换一个阁主吗 他的眼睛张开 十丈剑欲 充斥明亮无比的剑光 随即剑光消失 苍九华依旧站在那里 突然哗啦一声碎掉 第三百七十三章 我 到家了 上膳 许颂等海外通天阁的高手 纷纷赶来相救 然而已经来不及 苍九华当场碎掉 而另外两位 闯入苏云的道场的 两位通天阁高手 心中凛然 不由分说催动神通 这二人一个精通天文 身前身后周天星 抖浮现 星云成盘 他如同盘中正在形成的太阳 不断吸收星云中的能量 他的神通和功法 是观测天文领悟而出 将星象入道 其他人的神通 倘若攻入他的 真元所化的星云之中 便会被星云吸收能量 威力衰减 而他的神通 则会威力大增 通天阁的高手 虽然不以战斗为能 但每个人都有着独到的绝技 然而 就在他施展出 自己的神通之后 突然眼前出现一道剑光 在他的视野中 这道剑光并非游远极近 而是游近极远 剑光再远去 糟了 那海外通天阁的高手 也是聪明过人 明白自己的神通只是数 在尽道的道场之中 一切数只是徒劳无功 破 他整个人从那外 近乎炸开 无数道剑光 从他体内四面八方而去 苏云没有按照常理 破解他的神通 而是在他进入 自己的道场中时 道场中的剑气 从他体内向外爆发 直接将他切碎 这便是道场的可怕之处 苏云的道场 只有十丈方圆 但十丈之内 他的剑气近乎于道 无处不在 另一位通天阁的高手 却是卫天象境界的存在 在同一时间 催动自己的天象性灵 由天象性灵来施展神通 威力至刚至强 有如鬼神 他深知苏云的道场 进去容易出来难 想要保全自身 便必须以自己 雄魂的修为来破开道场 因此一出手 便直接动用 天象境界最强的手段 天象强者死后 其性灵可以在天使 原化作鬼神 比如当年苏云祭祖 文圣庙时遇到的 十丈鬼神 其人生前 便是天象境界的存在 死后性灵化作鬼神 天象境界的强者 与黎渊境界的灵世 最大的一个变法 便是他们的性灵 得到莫大提升 法力极为雄魂 突破黎渊境界的智骨 达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天象境界之所以有天象二字 其来源便是因为 这个境界的灵世 其性灵是模仿天象 模仿神魔 法天象地 性灵变得巨大化 神魔化 有人的性灵会修成三头六臂 如怒目金刚 有人的性灵化作龙凤 等神魔形态 也有人性灵踏长龙 卧星斗 但是 当这位海外通天阁天象强者的 天象性灵师 展出至刚至强的神通之时 立刻感觉到 自己像是打在铜墙铁壁上 自己的神通 自己滔天的力量 宛如泥牛入海 没有在苏云的道场中 掀起半点波澜 他的法力比我雄魂 性灵比我还强 他立刻想到这一点 随即如其他人一样 在苏云的道场之中 化作积分 苏云是离渊境界 而他是天象境界 他看似比苏云高出一个境界 然而实际上 他的境界非但没有比苏云高 实际上还比苏云低了一些 苏云虽然没有修炼到天象境界 但修成了肉身境界 补全肉身短板 又开辟出广寒境界 修炼圆满 他试图以天象境界 来强行打破苏云的道场 结果可想而知 海外通天阁的诸位 长老来不及相救 便建仓九华 与这两大高手 悉数葬身在苏云的道场之中 不由心头一凉 通天阁 自成立至今 何时经历过这种事情 一位长老低声道 同门操戈相残 同门向阁主出手 阁主杀害同门 甚至连阁主也可以一日三变 其他人文言 也有一种荒诞离奇的感觉 通天阁无论传承 还是财力物力 都是可以匹敌一个 强大帝国的存在 更有七元老 这等神魔坐镇 通天阁的武力 也可以敌国 阁中成员 更是各个绝顶天才 在各自的领域 都有独到之处 但就是这样强大的一批人 居然弄得乌烟瘴气 让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荒诞 他们一天之内 阁主从苏云换成罗婉一 又从罗婉一换成苍九华 而金苍九华 又死在苏云手中 肯定还要再换一位阁主 苏云如此出众 悟性又是如此之高 实力进展极快 选通天阁主 苏云无疑是最佳人选 按理来说 他们不应该再有什么别的想法 但苏云偏偏不是色母人 当年 在苏云之前 已经有了一位通天阁主 也是少年 也是来自元朔 也是死在神帝之手 而且 这件事与他们几位色母人 长老也不无关系 色母人 绝不可能让一位元朔人做阁主 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 尽管苏云与人为善 还是给了他们退路 并不想追究上代阁主之死 但对于为恶者来说 宽恕并非是救赎 只是让他们更加疯狂 和肆无忌惮 就在这时 突然火得神君的尸身 狠狠砸落在地 董一师败落下来 上扇 许颂等人松了口气 董一师的强横 的确出乎他们的意料 但相比神帝御道员 还是逊色太多 哪怕御道员遭到愚禁的重创 伤势未愈 也远非董一师所能抗衡 董一师凭借一具尸体 坚持这么久 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天空突然降起雨来 雨水血红 神帝御道员落地 却是他身上多出了一些伤口 这些伤口 是董一师 以性灵驾驭 获得神君的尸身 施展仙术 给他留下的 神帝御道员面色阴沉 他这一路来诸实不顺 先是打算擒拿苏云 被苏云戏耍成金弓之鸟 道心不稳 当众暴露自己 只剩下上半身的事实 他打算换一个阁主 先是被罗婉一忤逆 又被罗婉一 分裂海外通天阁 现在连仓九华也被苏云砍了 而他又遇到董一师这个怪胎 竟然被这个弱小医师 给弄得伤上加伤 神帝一怒 血流成河 遇到袁常常吸气 目光从董一师身上 移到罗婉一身上 又挪开视线 落在那些投靠罗婉一的海外 通天阁高手身上 目光从他们的脸上一一扫过 没有人胆敢与他对视 纷纷错开目光 现在 神帝气急而笑 突然只听咔嚓一声 一连串雷霆团猝起来 狠狠劈在他的脑门上 神帝勃然大怒 向花胡和凌月看去 花胡战战兢兢 躲在凌月身后 凌月先生瑟瑟发抖 神帝牙齿膜的咯吱作响 目光狠狠地在两人面前扫过 最终落在苏云身上 苏云面带微笑 赞道 大秦玉国师果然非凡 于尽死后 诸神归影 你便是天下第一 神帝遇到袁听到他的声音 便不由一肚子气 不过等到他一句话说完 遇到袁反到哈哈笑出声来 苏阁主现在拍我马屁 不是晚了吗 遇到袁笑吧 平息了怒火 又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 苏云摇头道 这并非是拍你马屁 而是陈述事实 我出身天誓员 是个实在人 从不拍人马屁 当今天下 映龙 白泽等一众神魔 被剥夺了神魔的烙印 也就是比较强大一点的 神兽魔物罢了 他们不再是不死的神魔 所以忌惮你 不敢对你动手 他正色道 尽管有女丑麒麟等 神魔上且保留神位 但他们散布世界各地 平息天外世界 对我们这里造成的影响 镇压原词暴动 平火山 萧帝镇 镇海啸 散风暴 就视人于水火 他们分身乏术 无法对付你 神帝遇到原道 就算他们腾出手来对付我 我也丝毫不惧 苏云点头 苏然道 神帝的确有这个本钱 于尽死后 你便是西方的主宰 你的神庙遍布西土各国 甚至村落中 都有你的神庙 无数民众供奉你 祭祀你 信仰你 虽然大难临头时 你什么用都没有 但他们就是 把你当成寄托 如此一来 整个西土便相当于 你的天地元气 民众信仰不断 你的元气绵绵不绝 你便是另一种形态的神器 神帝遇到原很是受用 笑道 看事情看得这么明白的人很少 但苏阁主是其中一个 你既然看得如此明白 我也不杀你 只要你 将你心开辟的境界交出来 再向我叩拜 早中晚三次礼拜我 我便让你依旧逍遥自在 苏云哈哈大笑 朗声道 神帝 你应该知道 我出身自天世源 是这里的人 我踏入天世源的那一刻 你便已经无法再杀掉我 因为 他言语中充满了骄傲 我到家了 没有人敢在我家欺负我 神帝遇到原 与上善 许颂等人 立刻向四周看去 只见这天世源 尽管扶原辽阔 望不到尽头 但这里却没有任何人烟 只有做做荒坟 苏云口中冒出 我到家的这句话 让人不由心里发毛 苏阁主的家 不会就是这些荒坟吧 许颂哈哈笑道 心里却有些毛毛的 没错 当年 我曾经住在一座荒坟里 苏云微笑道 我家朋友松柏 柳树 邻居是鬼神妖魔 平日里 我与狐妖同学 鬼市中 我与他们一起摆摊卖宝 用自己的宝物 换取前来历练的人 完成我们的心愿 随着他的声音传荡开去 突然地底隐隐传来震动声 仿佛地底 有什么怪物在舒展身躯 吃 地面裂开 出现一道道不知多深的裂痕 阴气阴风呼啸 从裂缝中往天上冲 天空渐渐昏暗下来 阴霾笼罩天使人 众人毛骨悚然 纷纷向四周看去 那阴霾极为诡异 即便他们的目立惊人 也看不太远 我前辈是楼班 通天阁主 探有生前多是通天阁主 以及各教圣人 苏云道 我曾雪夜拜访文昌帝君 也曾受邀前往东陵做客 齐龙香与大地同游 巡视天使人 一座座荒坟突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玉宇穷楼 人隐床床 只见王公贵咒 与各种鬼神为伍 车马升轩 向这边来 苏云的声音传荡来去 在这片荒凉的荒废中 显得极为震撼 他们有古代的圣人 著书历说流传后世 也有不知名的鬼神 一身工业 早已为人忘记 有的人壁露蓝绿 开荒开渠福音后世 有的人曾经有功于设计 却被遗忘 有人做过惊天动地的伟业 而今却不为人知 有人名动天下 今时默默无闻 有人为国捐躯 却成了无名的墓碑 有人镇守边疆 无人之弃工业 有人著书流逝 却绝学失传 有人死后千百年 因为一点心愿未了 迟迟不愿离去 苏云身后 数以千计的鬼神默默而立 数量越来越多 其中不乏有 文圣文昌帝君 以及秦奇书画 等强大的圣人姓灵 当今世上 只有苏云 才拥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 我们走 神帝遇到圆转身 立一声道 第374章 小破骸 神帝遇到圆率众呼啸而去 苏云并未阻拦 天使园的鬼神 的确有实力将神帝留下 但即便神帝遇到圆受伤极重 留下他 也须得付出极大的代价 文昌帝君等鬼神前来帮忙 已经让苏云颇为感激 又怎么会请求他们 为自己拼命 罗婉依迹一下 趁机转身 率领麾下的海外通天阁高手离去 他此行的目的是探索天外世界 却没想到 路途中遭遇了诸多变故 本想借神帝与苏云之间的矛盾 为自己攫取最大利益 迫使苏云为了活命 而让出通天阁主之位 没想到 苏云根本不做考虑 而他又因此得罪神帝 迫不得已之下 只能分裂海外通天阁 此行 他是否能保住大秦国的皇帝之位 都尚且难说 苏云目送他远去 并未阻止 罗婉云不管目的如何 内心中总还是有些良知未明 在神帝遇到猿的天传上 帮助了自己许多 如果没有他 自己也很难逃出神帝的追杀 苏云转过头来 面对天使猿的诸多鬼神 露出笑容 张开双臂 笑道 朱军 我又回来了 妾 文昌帝君转身顿去 化作一道青烟消散 你每次回来 准没好事 苏云脸上一僵 转脸哈哈大笑 秦圣 我在东陵养伤的时候 咱们一起在东陵喝过酒里 秦圣的姓林顿去 只剩下一声秦鹰鸟鸟消散 其实并不熟 苏云看向其他鬼神 笑道 化圣 生人勿尽 化圣画出一片山川 走入山中 刚才还成千上万的鬼神 很快便消失一空 做鸟受散 浑然不给他留下半点情面 苏云愣得道 太生分了 一定是他们矜持 其实是很想我 花胡道 有子归乡 想他的人 往往只是父母亲人 其他人多半是不想的 只是礼貌性地打声招呼 苏云瞥他一眼 花胡连忙住口 他们休养了几日 伤势好了许多 毕竟有董医师 医术通神的大高手在 只要没有当场死亡 便能就回来 不知道燕青州和哑巴师兄 他们到了哪里了 苏云伤势痊愈得很快 又想起燕青州 石镇北等人 他们乘坐另外两艘小天船 先苏云等人一步来到元朔 多半会降临到朔方城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的目的 也是为了探索天外世界 再加上于青罗率领 火云洞天的长老 此次要去文昌学宫 传授火云洞天的旧圣觉学 借文昌学宫 推行旧学新学之变 所以 朔方城很大概率是 他们的目的地 只是现在 苏云因为受限于诺言 不能离开天使园 前往朔方 他对朔方城的感情极深 那里是他从也蛮狂野的 天使园踏入人类社会的 第一个落脚点 也是他从一个 懵懂无知的少年 变成老奸巨华的 左松炎 董医师 林岳先生 咸云道人 图名和尚 还有池小瑶 李牧歌 梧桐 李竹仙等好友 他还与薛青府结石 卷入到薛青府的野心之中 不能去朔方 何不让朔方来见我 苏云取出通天阁主的木头盒子 心道 倘若我的法力足够强大 我便可以催动朔方城 以朔方城为林兵 迁徙整座城市 可惜 我没有那么大的法力 林岳先生和董医师的伤势 还没有痊愈 苏云索性故土重游 不知不觉间又回到了无人区 经过荒急 他走过石桥 来到蛇剑 歪脖子柳树下 苏云伸手 轻轻触摸这株 吊死了圣人的老树 前方 一股迷雾吹来 天门阵在雾中晃动 徐徐出现 苏云迟疑一下 还是抬起脚步 走入天门阵 叮 叮 叮 驱博站在架子上 依旧在雕琢天门 苏云走到天门下 一个石子砸过来 还未接近苏云 便突然喷的一声炸开 化作激粉 小破孩 本事强了不少 驱博放下斧凿 笑道 苏云微微一笑 那是曲太常教导的好 他言语之中 充满了讽刺之意 驱博坐在架子上 摇头道 我们没有教导过你 这个小镇上的人 基本上都不会教孩子 也不会带孩子 我们只是在暗中保护你 让你平安长大 苏云想了想 还是走上架子 站在他身边 望向天门镇 天门镇中罗大娘 乐奶奶等人 还是如往常一样 张愤涛还在卖包子 赖和尚还在化园 酒鬼须还在喝酒 就与他在天门镇的时候一样 只是此时苏云的心态 却与当年有所不同 自从他知道自己 只是驱博等人买来的孩子 自从知道他与其他 被买来的孩子一样 都只是试验品 自从知道其他孩子试验失败 只有自己幸存下来 苏云便再也没有了 当初的心态 隐隐从他灵界中冒出来 震动翅膀飞起 打亮天门镇 记录每个人的状态 他无忧无虑 像是一只轻快的蝴蝶 很少有烦恼事 苏云坐下来 看着飞来飞去的小书怪 开口问道 当年死的若是我 幸存下来的是 另一个孩子 驱博你们带他 是否与带我一般 驱博看他一眼 摇头道 不会有任何区别 我们是鬼神 鬼神只是性灵所化 你现在的修为实力极为强大 应该早就明白 性灵只是一团思维烙印 灵世生前 思维可以变化 灵世死后 思维只会在时光中慢慢消亡 却不会再演变 思维不变 自然不会生出亲爱之心 所以就算活下来的是 另一个孩子 他们也是这般待他 苏云眼中的神采黯淡了几分 过了片刻 又问道 你们都是元朔通天阁最顶尖的天才 若是你们教我功法神通 我在很早之前 便可以拥有通天彻地的修为 你们为何没有教我如何修炼 反倒让我跟随 根本不可能 教我真本事的野狐先生求学 曲伯呵呵笑道 当然不能教你真本事 倘若教了你真本事 你便会很早之前 便让双眼复明 那时你便会去寻找你的真正父母 然后你会发现 你的记忆中的封印 你发现之后 肯定会尝试破解封印 释放出乱世神魔 速晕滴滴地笑出声来 眼中的神采如风中火烛 忽明忽灭 那么水静先生来到这里 直到我修行时 你们为何不阻止他 打不过他呀 曲伯理所当然道 我们当时都现身了 然而求水静去一声大笑 将你的小宅子上空的阴霾拨散 让阳光照下来 那阴霾是我们天门阵 所有鬼神的气息所化 它能拨开 说明实力超过我们 苏云眼中的烛火 完全熄灭下来 暮暮道 所以 若是水静先生打不过你们 你们便会赶走他 继续让我浑浑噩噩地活着 曲伯点头 这是自然的事 我们会照顾你 让你平安长大 看着你成年 看着你娶七生子 看着衰老 直到你死亡 苏云叹了口气 站起身来 色声道 所以 我只是你们眼中的小破孩 一个幸运的小破孩而已 性灵是不会说谎的 告诉我 你们照顾我 也防备我 你们从没有真正 对我好过 曲伯仰头看着他 又低下头 对于我们来说 你只是个工具 用来储存镇压鬼市 深处沉睡的深魔 曲伯语调平静道 其他孩子都死了 唯独你存活下来 我们于是把你当成 我们探索永生秘密的工具 我们进入你的记忆封印中 格物那些神魔 完善朝天阙 倘若活下来的是其他孩子 我们也会一样这么做 苏云不再迟疑 走下手脚架 曲伯在架子上继续倒 其他小孩子死的时候 他们都砰的一声炸开 我们担心你 所以称你为小破孩 就像是给孩子取名狗胜狗蛋一样 鬼神不嫉妒 我们希望你能活得长久一些 苏云换来盈盈 向阵外走去 后来 只有你这个小破还活了下来 你忘记了六岁之前的一切事情 你叫我伯伯 叫月司成爷爷 叫酒鬼叔叔 你还帮我递锤子凿子 帮包子张 和面包饺子 给月老太锤背 你是那么天真烂漫 活泼可爱 法尔与李笑意结婚的时候 我们把你抱到他们的酒席上 法尔说 他要生一个像你这样的孩子 苏云停下脚步 那时候 你就是这个镇子里的人 不可或缺 那可能是我们这一生中 最短暂最快乐的时光 苏云证然 不过 那时我们还是准备好了朝天雀 准备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 法尔和李笑意 并没有来得及生孩子 他们死在了天外 镇里所有人都死在天外 我们的性灵本 不会回来的 只是心里有了牵挂 当时我走在仙桥上 带着到来的仙徒一路狂奔 想要回到天门 仙剑次来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死了 我还在狂奔 我带不走仙徒 我以为我最想要的是仙徒 但是那时候 却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我 让我回去 等到我回到天门镇 我发现他们的性灵 都在天门镇中 他们也都有着同样的牵挂 驱薄的声音 从苏云身后传来 沙哑沧桑 我们不知道 这牵挂是什么 直到岑父子将你送了过来 我们才知道 为何我们死后 性灵还要回到这里 因为 这里有一个小破海等着我们 没有我们 他可能活不下去 苏云闭上眼睛 感受到闲闲的海风 吹拂自己的面颊 你与其他孩子并无不同 只是 你成了我们的家人 曲伯道 第三百七十五章 天使元大帝 苏云的心 仿佛有结扣被解开 他曾经对银印说 自己见过光明 不会堕落沉默 但是那种被欺骗 被辜负 被抛弃的感觉 着实难受 没有人想生活在一个 巨大的谎言中 而现在 他内心一片宁静豁达 他无法像从前那样 去对待驱薄等人 那时的他懵懂无知 不知道被人欺骗 他也不会留在天门镇生活 但在他的心中 或者有一处港湾 那里住着驱薄等人 他把他们当成家人 只是不能回到从前了 曲伯等人也是如此 当他们把九十六十摩封印 在这个少年的记忆中的那一刻 他们也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牢笼 那就 歉意和家的温暖 形成了天使园无人屈中的小镇 天门镇 曲伯等人 可能永远也走不出这座小镇 苏云回头 美好的天门镇 烙印在他的视野中 少年挥了挥手 转身离开 隐隐扇动翅膀 跟上他的脚步 过了几日 凌岳先生伤势痊愈 在天使园艺站 遇到左松岩 争吊陶地竹笼为运兵车 回来向苏云道 我得到消息 于清罗率领火云洞天的长老们 在文昌学工讲学 改良旧学为新学 我们也打算 过去碰碰运气 苏云无法踏足袁朔 只好送师徒二人 来到天使园艺站 看着他们 登上前往朔方的陆地竹笼 竹笼远去 花狐与凌岳对视一眼 都松了口气 花狐笑道 祖师的宝物 终于到手了 晋商 凌岳先生连忙道 那神仙锁是经过苏阁主祭连过的 他现在还未回过神来 若是回过神来 心念一动 便可以把神仙锁召走 师徒两人心惊肉跳 死死抓着神仙锁 唯恐苏云将神仙锁收走 不料 陆地竹笼使出天使园 神仙锁还是一动不动 凌岳松了口气 笑道 现在距离足够远 他没有那么强大的法力 已经无法召回神仙锁了 他刚刚说到这里 突然神仙锁动弹一下 接着呼的一声飞气 破空而去 凌岳和花狐呆了呆 齐齐跺脚 叫苦道 这可如何是好 不料 那神仙锁一路飞行 冲上天空 竟然是向天外飞去 师徒二人探头张望 都大惑不解 不是苏阁主召回神仙锁 那么这件大圣灵兵是 被谁收走的 凌岳先生突然想到什么 不由心神威震 不可能 不可能 苏云送走师徒二人之后 只见董医师 背着新打造的官国走来 提醒道 阁主 那师徒二人 没有还你神仙锁 苏云道 我知道他们要魅下神仙锁 故作不知罢了 那神仙锁 是个养不熟的大圣灵兵 经常叛变 早年便吊死了 他的主人岑夫子 后来到我手上 也动不动 便被人夺走 用来捆绑我 我借给凌岳先生 这神仙锁 又被凌岳先生黑化 我怀疑 应该岑夫子的功法有漏洞 他的儒学教义 会做出叛主之事 董医师想了想 道 不应该是你的功力不足的原因吗 苏云面色趋黑 董医师打亮他的脸色 道 多吃些水果 阁主的脸会变白一些 说吧 背着那口光果离开驿站 走入天使园老无人区 苏云扬眉 高声道 不用我跟过去吗 不用了 董医师大声道 苏云高声道 你一个人可以夺回神王之位吗 要不要我帮忙 董医师不答 走入老无人区 他此去是去安葬火的神君 将自己这位祖父 安葬在父亲的陵墓旁 除此之外 他还有另一个打算 那就是夺回神王之位 苏云皱眉 这时 一个阴侧侧的声音传来 原来是小神王回来了 苏云身边 一个老者突兀的出现 头顶枯枝四面八方生长 面容轻取古怪 迎应心神威震 师生道 老无人区的老妖王 那老者正是老无人区的 另一大高手 老妖王 妖族的原道境界强者 文言瞥了盈盈一眼 笑道 小神王归来 前神王早就已经知道了 现在八天将已经设好埋伏 等待小神王自投罗网 他此去 必是送死 盈盈笑道 前天将的神王之位 是从小神王手里夺来的 现在不过是为归原主罢了 八天将如果还有良心 一定知道该怎么做 老妖王哈哈笑道 当年九天将造反 趁着老神王故 去小神王实力不济 夺取天王之位 他们怎么会舍弃 这到手的荣华富贵 更何况 老巫人区势力复杂 地理诡异 除了前神王之外 还有其他势力 盈盈眨眨眼睛 笑嘻嘻道 比如说 占据老巫人区 半壁江山的老妖王 老妖王傲然道 对 比如说我 通天阁主 你应该知道 前神王当年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天将 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王 靠的是韩君的扶持 动他 便是动韩君 那小子厉害得很 所以 盈盈文贤而知雅义 笑道 所以 通天阁主 须得分给你更多的利益 你才可能背叛前天将 出卖韩君 让董医师 重新登上神王之位 老妖王哈哈大笑 你这书怪 简直说道 我心里去了 不错 从前老神王统治此地时 我地位低威 在他手下打砸 后来天将造反 我代价而沽 顿时乌鸡便凤凰 谋夺了老巫人区的 半壁江山 现在 董天王要回来做神王 没有我的资助 他做不了这个神王 所以我要更大的利益 盈盈笑道 那么 你要什么利益 东陵主人成神了 现在天使园没有了大地 我要做天使园的大地 以你的脸面 你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扶持我做天使园的大地 老妖王狮子大开口 道 我可以把老巫人区让出来 给董天王 老巫人区外的领地归我 我的要求不算过分吧 他头顶树枝晃动 没有去看盈盈 而是注视着苏云 目光闪烁 冷笑道 你若是不答应 那么我便投靠韩君 他自会答应 到那时 你的损失有多大 苏云一直没有说话 等到他把所有心里话说完 方才徐徐道 老妖王刚才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 老妖王盯着他 过了片刻 这才从苏云无辜 而纯洁的眼神中看出 他的确是没有听清 于是忍住怒气道 你若是不答应 我便投靠韩君 不是这一句 苏云温和笑道 应该是上一句 老妖王继续强忍怒气道 我可以把老巫人区 让出来给董天王 老巫人区的领地龟 苏云微笑道 再上一句 老妖王吹胡子瞪眼 怒道 我刚才说 以你的脸面 你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扶持我做天使员的大帝 是这一句吗 对 苏云面带笑容 道 就是这一句 他的身后 突然重重阴云出现 将天空遮蔽 将太阳遮蔽 天使园的荒原上 大山大川间 一座座无人过问的灵墓中 宝气冲天 古老的大墓化作 玉与穷楼 镇守这些灵墓的灵兽 纷纷复活 墓中鬼神 披挂披甲 骑着各种灵兽 向这点奔来 很快 五千年来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 杏灵鬼神大军 集结完毕 铺天盖地搬来到苏云的身后 他们有些是 遗愿未了的圣人 有些是战死沙场的将军 有的是陨落于此的大地 有些是明冻一时的大儒 他们中 还有些是通天阁的历代阁主 无论他们生前多么有名 死后也会被人忘记 往往只能在 每月初期的天门鬼市摆摊 像来到这里探险历练的少年 述说自己的遗愿 老妖王面色惨白 看着这一只浩浩荡荡的鬼神大军 身躯有些颤抖 苏云与老妖王肩并肩 看着浩瀚深邃的老无人躯 淡淡道 既然我有这么大的脸面 这么大的号召力 我为何还要 扶持你做天使员的大地 他抬起右手 向老无人躯的方向一挥 灵兽灰灰作明 无穷无尽的鬼神大军 呼啸冲向老无人躯 苏云面色平静 悠然道 我自己做这个天使员大地 不好吗 难道我自己率领大军 攻占老无人躯 扫荡一切不臣服的神魔 扶持董医师做老无人躯神王 不好吗 你说是不是 老妖王 老妖王脸色巨变 面容变得扭曲 身躯变得沟楼 攻得越来越低 盈盈笑嘻嘻地看着他 道 老妖王当年见风使舵 见前天江是大 投靠前天江 见韩军是大 投靠韩军 现在 老妖王一定知道该怎么做 对不对 老妖王单西处地 拜道 天使员老无人躯妖王 率领一切妖族 恭迎天使员皇帝陛下 天使员妖族 愿助皇帝陛下 扫荡老无人躯叛逆 苏云点了点头 道 妖族依旧归你达理 准备去吧 老妖王起身 化作一股妖风而去 苏云笑道 盈盈 小妖学姐说 她打算在天使员 办一个学校 教授新学的 等她学成回来之后 她办学的事情 便再无阻碍了 没有人会给她是伴子 盈盈不无得意 笑道 因为 天使员的皇帝陛下 早已为她扫除了一切障碍 苏云叹了口气 我不是为了学姐 我只是担心 异军的后方生乱 放着老无人躯 前神王和老妖王在后方 对左仆社和水晋先生不利 第376章 我差点变姓了 天使员老无人躯 始终是个隐患 前天将 老妖王便是韩军 安插在老无人躯的棋子 有这个棋子横 在朔北与朔东之间 韩军随时可以让老妖王和前天 将袭击朔北的腹地 端了左松岩和求水晋的老巢 因此 天使员老无人躯 必须要拔除 就算没有董医师 苏云也会用自己的号召力影响力 退平老无人躯 将这里掌握 有了老妖王这个地头蛇在 退平老无人躯 出乎意料地顺利 八天将闻风而降 老无人躯中的其他势力 降得降 死得死 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 只有前天将的嫡系反抗剧烈 苏云就这样一路走入老无人躯 远远看着董医师 背着棺果 走入神王殿 神王殿中 前天将自知自己羽翼 被苏云剪除干净 大军将自己重重包围 在劫难逃 因此坐在神王殿的宝座上 静静等待董医师到来 苏云远远看去 只见这神王殿的建筑 果然与营霍大陆上建造的建筑 有些类似 当年于静为了救他的族人 强行召唤仙剑 打算举戒飞生 却没想到他 没能召唤来天剑 却把天使园召唤过来 天使园撞碎了营霍心 想来那时的营霍心人 不少迁徙到这个世界 其中便有 获得神君之子 董医师的父亲 苏云心中默默道 他们在天使园上 建立了他们的国度 繁衍生息 只是后来 老神王死后 前天将趁机造反 不过今日 董医师应该拿回他的地位了 神王殿中传来剧烈的波动 董医师与前天将在殿中交锋 神通的余波 石而化作刀光 石而化作水火 从大殿中喷涌而出 要不要去帮忙 莺莺紧张万分 低声道 苏云摇了摇头 这是董医师的复仇 我们只管看着 殿中 神通波动愈发恐怖 董医师和前天将 赫然都动用了仙术 两道仙光破开神王殿 将神王殿切开 那座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神王殿 承载着无数秘密的宝殿 轰然坍塌 仙光之中 两个身影腾空而起 身形破空 如同两道流光 炫目至极 众人抬头仰望 那仙光是两道刀光 如同陆地飞龙 纠缠不休 越升越高 刚才就是这两道 刀光将神王殿劈开 而在这两道刀光之中 一边是董医师 依旧是十三四岁的少年 眉清目秀 遍体神光 人如玉一般 不见半点瑕疵 另一边则是六臂的前神王 当年被称作前天将 董医师的仙术乃是家传 而前天将的仙术 却是从董医师那里骗去的 双方的仙术几乎一样 但都不完整 仙术碰撞 华丽无比 两人仙术的余波 四面八方飞去 惊心动魄 所过之处 一切都被劈开 这幅场面让人胆寒 好在天使园高手众多 这里的高手可以说 比尔金的元朔 还要多出许多 随便拉出一个鬼怪 都是天象境界以上的高手 众人各自催动凌兵 将四周护住 其中甚至还有不少大圣凌兵 让人眼热 董医师和前天将的肉身 都不能完全承受仙术的冲击 一招仙术过后 突然前天将的臂膀炸开 鲜血淋漓 整条手臂化作积粉 而对面 董医师右臂肌肤炸开 握刀的手不断颤抖 前天将面色阴沉 换手施展仙术 两人再度轰然碰撞 董天王 我的手臂比你多 我可以施展六次仙术 你能吗 前天将近乎疯狂 清尽所能 向董医师攻去 立声道 当年 我可以把你流放 现在也可以把你耗死 你不该回来 天空中仙光交锋 董医师在前天将 狂暴的攻势下 不断后退 苏云身后 众人各自皱眉 纷纷向苏云看去 老妖王大着胆子 低声道 陛下 前天将的实力极高 自身体质特殊 我恐小神王不是对手 我曾经见过他施展仙术 手臂被废掉 后来居然就长了出来 要不要我们一起上 将前天将乱刀砍死 苏云摇头 不必 是 老妖王退下 心道 皇帝陛下是个狠人 他是打算借前天将的手 除掉董天王 然后借机为董天王报仇 铲除前天将 一举将老无人驱掌握在手 这算盘美得很 前天将的长处在于 他长着多头多臂 就算被仙术冲击 坏了几条臂膀 也是无碍 因此 肆无忌惮地施展仙术 与董医师一硬碰硬 在短短片刻 天空中仙术的碰撞 便已经五次之多 让苏云身后的众人脸色大变 即便是文昌帝君等圣人姓灵 也坠坠不安 隐隐也是不由地打个冷战 低声道 现在 董医师和前天将已经动用了五次 他们还能承受得住吗 苏云也有些紧张 低声道 他们的肉身的确要远超常人 不过前天将靠的是他手臂多 一招废掉一个 而董医师靠的 则是他那奇异的肉身 董医师的肉身乃是遗传 并非是后天修炼而来 这肉身会随着他的年龄的增加提升 堪比神末 成年之后甚至有所超越 然而现在的董医师 还不能真正承受先述的反噬 他是否能战胜前天将 苏云也不敢保证 前天将只剩下最后一条臂膀 而董医师的右臂已经鲜血淋漓 不知道具体伤势如何 他的左臂已经在上次的 鲜术碰撞中砸得粉碎 这时 第六招鲜术 从两人手中爆发 这一招鲜术过后 董医师右臂啪的一声炸开 化作鸡粉 前天将的最后一条手臂 也承受不住鲜术的反噬 轰然炸开 前天将哈哈大笑 你终究还是没能赢我 董凤 你始终是一个失败者 我的手下败将 让他们上来吧 我死在他们手中 你杀不了我 这时 董医师的右臂血肉如动 断骨在缓缓生长 血肉沿着断骨飞速滋生 前天将头皮发麻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吃吃到 你 我这些年学医 将心学旧学中的造化之术 化作神通 董医师的小臂在飞速长成 五指伸出 神刀飞起 被他枯骨五指紧紧握住 带到他的五指完全握住神刀 手上皮肉已经完全生出 我等的 就是这一天 董医师扬刀 刀光明亮至极 映照天空 映照在场所有人的眼眸 仙树的波动传来 天空中神血四溅 颇落如雨 前天将巨大的脑袋 和无头身躯 从天而降 砸在破败的神王殿前 天空中 他的性灵 也自被仙树展开 性灵在刀光中瓦解 灵界坍塌 分崩离析 董医师降落下来 浑身是血 左臂还会生长出来 右臂又自残破不堪 他无力地 把神刀插在地上 坐在石阶上 呼呼喘着粗气 老妖王健壮 立刻精神抖擞 率领老无人区的妖魔鬼怪上前 高声道 参拜神王 神王殿八天将 也连忙率仲上前参拜 宣誓效忠 董医师坐在石阶上 屁股下便是血泊 没有力气起身 苏云走上前去 从前天将脑袋上 摘下神王的王冠 只见着王冠免流垂下 共有九道 的确是王侯的王冠 苏云举起王冠 王冠飞速缩小 他将王冠轻轻戴在 董医师的头上 恭喜神王报仇血恨 苏云搀扶他起来 董医师挣扎起身 看向下方参拜的众人 又望向老无人区 烟霞缭绕的江山 沉默片刻 道 起来吧 老无人区是天使园 最为神秘的地方 这里有着诸多古老的遗迹 又是七十二洞天之一 隐藏着许许多多秘密 有些地方仙光缭绕 看似祥和 但实则凶险 即便是九居在此的八天 将也视作禁地 不敢进入其中 我童年时 家父对我说 在我们的祖姓被毁灭后 他带着家眷逃到这里 八天将重修神王殿 董医师伤势还没好 带着苏云走入 正在修缮中的神王殿 向苏云道 应龙曾经来寻找 仙鹿的下落 家父于是与他一起 闯入天使园的禁地 他们在其中一处禁地 发现乘在仙鹿的祭坛 应该在撞击中 飞出天使园 应龙怀疑 那块仙鹿 应该坠入祖星的碎片中 他口中的祖星 指的是营货星 苏云倒是根据 断断续续的线索 猜到应龙 应该是从天使园 老神王那里得知 有一块仙鹿 坠入营货大陆 却没想到 居然是应龙和老神王 一起探索天使园禁区 才得到的这个讯息 后来应龙离去 家父独自探索天使园 在一处禁地中受了重伤 他带着苏云 来到殿后的花园中 来到一处古井前 探头望向古井 古井的水面如镜 映照出他的面孔 突然 大地微微震动 地面裂开 一座八角亭 从地底缓缓浮现 董医师带着苏云 走到八角亭边 抬手掀起亭子的一角 从亭下取出一个玉盒 随手交给苏云 他探索这些禁地 得到的秘密 便记录在其中 董主打算去另一个洞天 我便不陪你去了 你带着这个盒子 路上或许可以解闷 苏云收下玉盒 放在灵界中 隐隐连忙溜进去 悄悄打开玉盒 只见盒中是一侧玉检 小书怪连忙前行阅读 心道 这本书我没看过 而在天外 神仙所在星空中急速飞行 不知飞了多远 突然被一个白发苍苍的巨人召来 竖在腰间 那巨人乃是一位老者的姓灵 在星空中漫步赶路 低声道 从轩辕圣皇留下的地理图来看 我应该快到了 距离我们星球最近第一个洞天 不过古怪的是 我这神仙所 为何是从前方飞来的 这老者姓灵 正是岑父子的模样 一脸疑惑 大不如流星 奔着前方的洞天而去 古怪了 前面那个星球 还插着一块大饼 有些像是我离开的地方 一定是我看花了眼 岑父子从天使园上空走过 直奔那座天外洞天 与此同时 星空中一道长桥如虹 飞速向前扑来 距离天使园也是越来越近 这道掌桥上 楼班身躯不动 任由长桥如梭 向前扑去 天使园 哈哈 桥上的圣人姓灵 不由哈哈大笑 大千世界 真是千奇百怪 无奇不有 宇宙深处 居然有另一个天使园 另一个园说 若非我长途跋涉赶到这里 我差点变性了 楼班虽然在校 却没有停留 直奔天外的洞天世界而去 一定是第一圣皇在跟我开玩笑 他在路上造了一颗星球来迷惑我 第三百七十七章 天使园四大境地 倘若能把女丑的鱼龙借来 便可以轻易横堵北海 不用这么费力了 北海之上 只见一条条水龙翻腾 在海面上扎进扎出 呼啸向前 苏云行走在海面上 脚下恰恰有海水所化的蛟龙飞出 将他拖起 飞速远去 他的天船被毁 又没有等到燕青州等人 只好独自从北海 前往天外的洞天世界 北海是他双目复明之后第三次来 不过第一次 他是与盈盈一起寻找灵溪 从人们的梦境中穿过 进入北海 并未看到真正的北海 第二次来 则是因为灵溪释放了 被镇压在北海中的人魔 东陵主人率领天使元鬼神 前来镇压人魔 这次来 只有他和盈盈 以及这海中的巨物们 女丑的鱼龙和谢祖 都是来自北海 北海又叫北明 广大无边 比东海还要广阔 谢祖乃是千里巨蟹 便是生在北海 可想而知北海的广袤 没有天船从这里走过去 不知何时才能走到天外洞天 好在这一路上他并不寂寞 盈盈坐在他的肩头 把老神王的御检笔 纪念给他听 御检笔记中 老神王的经历十分古怪 笔记是从天使元坠落开始 盈祸心与这个世界很近 比离而居 盈祸心上的神奇 便是老神王的父亲火德神君 老神王当年曾经跟随父亲参与祭祀 朝见过五仙人 但凡遇到大事 火德神君都要向五仙人告评 不过在天使元坠落之前 火德神君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见过五仙人了 当发现天使元坠落过来的时候 火德神君眼看撞击已经不可避免 立刻向五仙人求救 却没能回来 于是老神王当机立断 在盈祸心被毁灭之前 尽可能地带着族人迁徙 试图进入灵星避难 天使元撞击盈祸心时 何止是天崩地裂 整个盈祸心都被撞得炸开 然而可怕的是 天使元没有半点损毁 依旧在撞向灵星 好在天使元的速度大减 来到灵星上空 而在此时 老神王发现了恐怖的一幕 灵星已经处在结火之中 即将被劫灰埋葬 这里也到处都是死亡 瘟疫 战乱 天使元撞击下来 带来最后的毁灭 这里的灾难摧毁了灵星的土著 结火中无法生存 所以我与我的族人留在天使元 天使元来自大脚星 那里是天洞 传说是天王的地庭 所以我做了这个新世界的神王 盈盈念着老神王的经历 董医师的父亲来到他们的世界 比三圣皇时代还要早 那时候 外界还是结灰结火 老神王在天使元 发现了四处境地 第一处境地叫做幻天居 那是一片仙宫的遗迹 进入遗迹之中 会遇到各种幻境 不知道自己是身处在真实世界 还是幻境世界之中 在幻天居中 我活了108世 最终醒悟过来 走出幻天居 但是与我同去的那24个同族俊杰 却都没有醒来 盈盈念道 我走出幻天居时 回头看去 看到他们已经变成白骨 我还看到 仙宫的废墟中 有一只仪仗长的玉眼 高约四尺 大概是那玉眼 造成我们的幻觉 等在外面的族人见我归来 告诉我 外面已经过去了108年了 我于是封印了这片幻天居 不过在之后的千百年里 那枚玉眼 还是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噩梦里 那会是仙人的眼睛吗 苏云心中亥然 老神王陷入幻境 在幻境中活了108世 外界也过了108年 换作自己 恐怕便会老死在幻天居中了 第二个境地 叫做后庭 后庭的意思是 地后的宫廷 关于这段记载 便相艳许多了 但相艳中 也带着惊心动魄 老神王闯入这片境地 只见宫围深深 这里仿佛是天外之天 天香庆腹 来来往往皆是 国色天香的美人 老神王一脉 是获得神菌的血统 血统极高 但是书中说 这后庭中的女子 比老神王的血脉还要高 然而 也比老神王一族的美人更美 像是不真实一般 盈盈一边阅读 一边道 这里的女孩像是天人 找不到半点瑕疵 老神王很谨慎 询问女孩们 这里是何处 一个宫女告诉她 这里是后庭 有女孩惊慌地说 天后来了 见不得男人 于是把她藏了起来 苏云一边赶路 一边听得入神 连忙道 后来呢 盈盈继续阅语检 道 老神王还是被抓住了 她见到了天后 但天后并不像是 宫女们说的那样 不尽人情 反倒邀请她 观览欣赏后庭的仙境 天后告诉她 这里叫做天洞洞天 曾经发生过一次意外 男人死去了 只剩下他们这些孤寡 把自己封印在洞天之中 不见外人 老神王在后庭中流连忘返 日久生情 不知不觉间 便是千百年过去 她突然醒悟过来 说自己还有家事在外 想念亲人 天后落泪 哽咽道 夫君若是离开 便是断了仙缘 再也回不到这里来了 老神王只说 去去就回 天后见她去意已决 便不再挽留 对她说 她已经感孕 要老神王百年之后 回到这里来 树下会有一个婴孩 那婴孩 便是两人的孩子 老神王天旋地转 出了后庭 只见自己站在一株老树下 身处在废墟之中 先宫深沉 宫殿中到处都是白骨 后庭的温柔香 全然不见踪影 她四处搜寻 找不到了宫女和天后 她记下老树的位置 匆匆往神王殿赶 事后 她屡次回到那片废墟 始终不见家人 等到百年之后 老神王在梦中 又见到了天后 对她说 他们的孩子出事了 要她去抱回来养育 老神王来到那株老树下 果然看到一个婴孩 于是抱回家 取名为凤 意思是 恭敬地接受 盈盈把这枚预检上的讯息读完 道 老神王后 来把后庭封印 免得外人闯入 有时候她做梦 还是会梦到天后 与她在梦中相会 苏云不由证然 难难道 董医师是老神王与天后的孩子 不过 这天后到底是人是鬼 还是说 她是一具尸体 盈盈咬着笔头苦苦思索 随即摇头道 我也不知道 说不定 天后只是那朱树化作的老妖怪 老神王与树生下了董医师 不过董医师的确长得漂亮 不像是凡人 难道天后死后化作了鬼 与老神王生下董医师 他把笔头咬出牙印 也没有想出所以然来 另一个境地 叫做玄关 玄关是玄挂在一座仙山上的 老神王的伤 便是在那里留下的 老神王想去看看 玄关中到底埋葬的是什么人 于是前往那里 随着他接近 便见玄关中 鼓鼓流出鲜血 鲜血化作魔怪 向他扑来 等到他接近玄关 跟随他前来的高手 已经死伤殆尽 老神王倾尽所有力量 打开玄关 回来后便受了伤 等一下 苏云连忙道 盈盈 你只说他受了伤 却没有说他看到了什么 盈盈摇头道 玉检里也没有说 他看到了什么 苏云疑惑 老神王既然去探险 那么为什么不说出 自己探险的结果 大概是不可说吧 盈盈想了想 道 老神王受伤之后 经常咳血 身子日渐沉重 不过他麾下的天江门 又发现了一个境地 地庭 地庭 苏云不又激动起来 盈盈 快把地庭的故事 讲与我听 盈盈翻了翻玉检 面色古怪 摇头道 天势园地庭的经历 被老神王隐去了 只有最后的故事 苏云正然 从他手里接过御检 果然 御检中的大部分的文字 都被封印 以性灵独去 只能看到一片片混乱的光运 没有被隐去的文字 则是说 老神王从地庭归来 用尽所有的力气封印地庭 然后安排自己的后事 关于地庭中的一切 都被老神王隐去 想来地庭之行过后 老神王便死在神王殿中 之后便是少年董凤继尾 天使猿坠龙 领队学哥 盈盈和韩军阁龙 藏龙临岸爆发 小神王被夺权 前天将篡位成神王 想要知道御检中的内容 便须得破解他的封印 苏云一口真圆吹出 手中御检滴溜溜旋转飞出 在海面上越来越大 画作一面微微轻玉石壁 高达数百丈 上面文字大部分被光运覆盖 盈盈 苏云唤了一声 盈盈振动翅膀 漂浮在玉壁前 伸出小手按在石壁上 顿石翁的一声 笼罩石壁的光芒 立刻发生变化 各种奇异的符文浮现出来 一种类似于小虚空的封印之法 对于这方面的研究 袁硕并不高明 但是海外间隔中的研究就很多了 盈盈将苏云的天道令计起 推开天道院门户 闯了进去 过了片刻 取来一大落书籍 一边看 一边破解清玉石壁上的封禁 苏云则一手托着这面 数百丈高的玉壁 一边继续踏海行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 盈盈欢呼一声 解开了 他震翅飞回苏云肩头 石壁则滴溜溜旋转 还原成一根玉碱 盈盈捧着玉碱 讲出老神王隐藏的故事 第378章 先印之危 不知不觉间 苏云脚踏水龙 在海上走了十多日 日行数万里 盈盈也将玉碱中 老神王探索地亭的故事讲完 地亭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也是最为凶险的地方 那里已经被老神王 用自己的法力封印起来 但是在当年 那里却是有着阵阵仙光 远远看去 缤纷多彩 宛如仙境 更为奇特的是 那里漂浮着大大小小的灵界 老神王曾经误入几个灵界 灵界中有日月星辰 有异域国度 宛如一个个完整的小世界 在那些世界的上空 漂浮着庞大到难以想象的宝物 散发厚重威能 令它也为之精具 那里的人们 竟不知自己是 生活在灵界中 以为天原地方 世界边缘大海坠落深渊 见到老神王到来 那里的人很是惊异 询问他从何处来 老神王告诉他们 他们的世界外还有世界 人们都很骇然 老神王劝他们 与自己一起离开 毕竟灵界不是真实的世界 只是上古大能的 性灵所居之地 随时可能崩塌 那里的人们却拒绝了 盈盈说到这里 顿了下来 哦 苏世子 你知道那里的人们 用什么理由拒绝他吗 苏云摇了摇头 盈盈道 那里的人们说 我们这里不是真实世界 随时可能毁灭 君怎么知道 君所在的世界 便是真实世界 君又怎么知道 君的世界 不会随时毁灭呢 苏云头皮发麻 有一种被击中心灵 毛骨悚然的感觉 盈盈道 老神王听到这话 很想反驳他们 突然想起 毁灭世界的灾结 那飘扬的结灰 将世界埋葬 与居住在灵界中的人们 所说的没什么两样 他毛骨悚然 甚至怀疑自己所在的世界 是否真实 苏云眼角跳动 声音沙哑道 而且 我们的世界 也有类似的宝物 那口仙剑 悬在北缅长城上的仙剑 与这些灵界上空悬浮的宝物 是否相似 盈盈 这些灵界中的人 离开这个灵界时 是否要杜绝 盈盈摇头 预检里没有说 不过预检中 说了另一些事情 苏云面色殷勤不定 倘若灵界中的人们 为了离开灵界 也需要杜绝的话 那么他真的要怀疑 他们现在的世界的真实性了 老神王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 但是预检中却没有提这件事 很是古怪 让苏云心里有些发毛 盈盈继续讲下去 这些灵界中 有上古大能留下的宝物 老神王很是眼热 但这些宝物 用来支持这些灵界不灭 所以他没有取走 不过他还发现了 其他有趣的事情 从上古大能灵界的布置 可以看出上古大能的境界 他看到了这些灵界的构造 与那时的境界划分 有着很大的不同 苏云兴奋莫名 惊喜道 这是莫大的宝库 倘若是我通天阁的才俊 进入那些灵界 一定可以开辟出 比原道境界更高的境界来 隐隐一盆冷水 浇灭了他的兴奋 道 但显然 老神王并非是通天阁的才俊 他虽然想到了这一点 但是没有深入研究 他离开这些灵界 继续前进 进入地亭的深处 他看到地亭中有跃动的仙光 仙光很是迷人 但是充满了危险 苏云心急难耐 恨不得把老神王从坟墓里揪出来 勒着他脖子 询问他地亭到底在何处 这些仙光像是流离变化成的晶体 不断旋转变化 变成不同形态的结晶 隐隐道 为了其中一朵仙光 老神王几乎丧命 但他终于将这一朵仙光弄到手 他尝试着炼化 仙光却纹丝不动 他找寻不出仙光的用途 只好珍藏在自己的灵界中 老神王在路途中遇到了很多危险 但他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 这种事情经历了很多次 这次也逢凶化吉 终于 他来到地亭的最深处 在那里 他看到了世间最为壮丽雄伟的宫殿 在这座宫殿中 他见到了天动动天的主人 一位仙人 苏云听到这里 不由激动起来 死的 盈盈继续道 一位死去的仙人 苏云失望 随即又振奋精神 笑道 死的仙人 那也是仙人 对了 这位仙人是怎么死的 盈盈道 这就不知了 老神王大着胆子 来到那位故去的仙人身前 却见那位仙人没有了眼睛 胸腔打开 被人掏出了心脏 极为凄惨 他正要在接近看时 就看见那仙人 突然坐了起来 苏云哈哈大笑 盈盈 你一定在吓我对不对 盈盈摇头 预检上就是这么写的 那仙人直挺挺坐了起来 一伸手 便把老神王的心脏摘了下来 塞入自己的腹腔中 老神王奋力逃脱 冲出地庭 他自知自己没有了心脏 段无幸免的道理 又担心后人会寻到地庭 将那仙师事放出来 于是动用 自己学到的仙术 将那里封印 之后 他缝上自己的肚子 从容安排自己的后事 盈盈把玉检放在玉盒里 道 这就是老神王的历险了 很精彩的故事 小书怪很满足 很精神 表示自己吃得很饱 苏云愕然 道 这样就结束了 盈盈点头 道 故事是结束了 不过老神王在玉检的故事里 记录下来许许多多的符文 这些符文 是他在幻天 后庭 玄关 和地庭四大禁地中 抄录下来的仙的文字 小书怪努力催动神通 眉心突然长出一只眼睛 这只眼睛张开 只见空中飞出一片光幕 映照出许许多多古怪的文字 有些文字 与仙路上的文字一样 苏云惊讶 通天阁正在破译仙路上的文字 不过老神王抄录下来的文字更加复杂 而且古怪的是 文字的形态再不断变化 其中有些文字 恰恰是组成仙路的形态 苏云取出月亮上的那块仙路 与那些组成仙路形态的文字对比 脸上露出错愕之色 他挠了挠头 喃喃道 盈盈 这里面好像 有些是不同形态的仙路 我还以为所有的仙路都是一样的 盈盈也看出端倪 老神王记录了三种不同形态的仙路 但是每一种都比苏云手中的 那块仙路复杂 似乎功能也各有不同 前方出现一片陆地 苏云见状 走上那片陆地 停下歇脚 道 我们先前遇到的仙路 一共有三面 月宫的这块 北缅长城下的一块 和罗婉一的那块 后面两块都已经毁掉 只剩下我这块 这三块仙路 都是一样的 盈盈飞到一棵老树上 树上挂着许多红彤彤的野果 道 仙路虽然一样 但是不同的催动方法 可以发挥出不同的效果 说吧 他摘下一颗红色的野果 苏云点头 表示赞同 以七面朝天雀催动仙路 可以召唤来 混沌海河一口大顶 以八面朝天雀催动 可以召唤来 北缅长城和玄关 以九十六十摩催动 便将他们所在的世界 召唤到另一个洞天旁 还有 以四仙功绩坛来召唤 有可能会召唤来仙剑 甚至可以握剑杀人 仙路 可能还会有其他用处 但苏云还没有探索出来 而现在 他在老神王留下的预检笔记中 寻找到了其他三种仙路 这三种仙路 又有什么作用 苏云闭上眼睛 观想第一面仙路的形态 五指插开 以真原构建仙路上的文字 随着他的观想 仙路渐渐变得真实 盈盈张口 咬在红色的野果上 那野果突然发出蛙的一声惨叫 凄厉无比 盈盈吓了一跳 只见那野果突然转过来 露出一张甜字脸 眉毛皱了起来 你为何咬我屁股 盈盈又吓了一跳 急忙将那野果丢出去 却见那野果刷的一声 张开薄薄的肉翅 叫道 他咬我屁股 那果树上所有的红果子 一起转了过来 齐刷刷向他看来 一起咧嘴 露出锋利无比的牙齿 有如倒沟 盈盈毛骨悚然 连忙高声道 苏世子 我觉得咱们遇到的事情 可能比老神王还要诡异 咱们最好还是走吧 那果树上的果子们 突然齐刷刷地脱落下来 飞在空中 叫道 来生人了 好久没来过生人 他们不知 从哪里抽出来二指长短的长矛 羞羞投掷 盈盈急忙飞走躲避 后面一群甜字脸的小怪物 气势汹汹杀来 盈盈催动神通 那些小怪物却浑然不惧 长矛不知是何物 竟然能射穿神通 盈盈毛骨悚然 又不敢引到苏云身边 于是奋力与这些甜字脸小怪物厮杀 怎奈 岛上涌来的小怪物越来越多 一棵棵树上 到处都挂着这种伪装成果实的小怪物 闻风而动 向他杀来 盈盈边战边退 心道 再逼我 我便召唤圣人信灵来灭了你们 数以百万计的小怪物 已经将盈盈包围 便要拿他做餐点 就在此时 突然一股莫名的悸动散发开来 小怪物们尖叫 四散而逃 呼啦啦飞到一株株树上 挂在树上 红色翅膀抱住身体 装作果实 盈盈松了口气 然而那股让人惊惧 压抑的悸动却越来越强 天空也渐渐昏暗下来 天与海之间 恐怖的天地元气呼啸而来 形成飓风 形成雷霆 向盈盈坐在的海岛汇聚 咔嚓 一道雷霆击中海面 海面轰隆隆炸开 雷光四线 盈盈急忙向海边奔去 只见沙滩上 苏云伸出手掌 掌心中 鲜纹形成仙露的形态 在他掌心中流转不休 随着仙露流转 风雷更紧 盈盈被狂风吹得 几乎稳不住身形 急忙落地 奋力向苏云那边走去 他不经意间抬头看去 只见滚滚涌来的天地元气 在天空中 形成一个巨大的掌印 掌心中 是方圆百里左右的 仙露形态符文 是苏世子 盈盈心中惊骇 急忙大声道 苏世子 停下 停下来 苏云充耳不闻 天空中那掌印越来越厚重 雷霆越来越密集 天地元气也愈发恐怖 到后来 雷声汇聚在一起 盈盈形成 奇异低沉而洪亮的送面声 苏云口中也跟着送面 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盈盈顶着狂风向他走去 大声道 醒来 醒来 他们脚下的海岛 也在剧烈颤抖 像是要崩塌了一般 突然 苏云猛地张开眼睛 天空中恐怖的异象 顿时消散 狂风止歇 云散风轻 盈盈松了口气 诗声道 苏世子 你刚才在做什么 好吓人 苏云也心有余悸 眼中露出金句 道 我刚才在学着第一面仙路 正在完善时 不知怎么变心惊肉跳 突然间像是看到了仙剑 我感觉到仙剑锁定我 我心中恐惧 仙路便散去了 盈盈气急败坏道 你无意中调动了天地的力量 超出了这个世界的承受范围 触发了仙剑 若不散去 仙剑便把你斩了 苏云失笑道 哪有这么吓人 不信你问他们 盈盈随手指向树上 红彤彤的果实 果实们纷纷点头 吓死我们了 那些果实们哭诉道 我们都没来得及吃掉小丫头 第379章 仙剑大国律计划 苏云微微蹙眉 这里面似乎有着些许不对劲的地方 老神王记载的这三种仙路 竟然可以调动天地元气 超越这个世界所能承载的极限 从而引发仙剑的注意 这件事中蕴藏的深意 让他有些震惊 首先 老神王记载的三种仙路 绝非仙路 真正的仙路 其实是仙路 仙路真正的用途 是用来开辟出一条 通往不同世界的道路 如月亮上的广寒宫 仙路被用来打通 前往广寒山桂属的道路 营获大陆上 火的神军用仙路来打通北缅长城 面见五仙人 或者打通北缅长城的通道 让仙剑可以降临 而鱼竞用仙路召唤混沌海 和那口神秘莫测的大顶 其实也是打通了 他们世界与混沌海 大顶所在的世界的通道 让仙顶的威能可以降临 鱼竞献祭96神魔 举界飞升 其实也是打通他们世界 与天外动天世界的通道 将他们所在的世界 送到天外动天 世界旁边 所以 仙路就是仙路 而老神王从天使元寺大惊地中 弄出来的仙路 显然并没有开路的功能 反而更像是一种 调动天地元气的手段 苏云刚才试炼第一种仙路 调动的天地元气 竟然引来仙剑的注意 可想而知 其威力有多恐怖 第一种仙路 像是一种仙道印法 然而 这件事中 蕴藏的第二层深意 则让苏云有些毛骨悚然 那就是 仙剑不像是原道境界强者 修炼到终极之后 所要面对的天界 仙剑 更像是一种监控的工具 无论灵世是什么境界 只要其力量 达到某种既定的极限 便会触发仙剑 降节下来 将对方斩杀 苏云还未曾修成天象境界 根本不可能有天界 然而 他在催动第一种仙路时 调动的天地元气力量太强大 达到了既定的极限 那一瞬间 苏云感觉到冥冥之中 悬在北缅长城上的 那口五仙人的仙剑 照亮了自己 这就极为恐怖了 苏云低声道 也就是说 仙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界 而是想除掉一切 有可能呈现的灵世 将北缅长城下的 所有世界中的所有生灵 都维系在仙人以下的水准 隐隐眼面色凝重 道 仙剑 天节 就像是一个筛子 把那些大的头 有可能呈现的灵世 筛选出来 加以抹杀 苏云继续道 那么也就是说 北缅长城下的所有文明 都有着一个文明发展程度的上限 所有达到这个上限的人 要么被抹杀 要么主动地隐藏实力 让自己展现出的实力 不能超越这个上限 超越了就会被干掉 他与盈盈对视一眼 均从对方的眼睛中 看到了惊恐 这时 他们才注意到 数以百千计的 果实妖怪们 不知何时也凑过来 一起看着他们 瞪大眼睛露出惊恐之色 我们知道了这个秘密 我们要死了 突然一只果实妖怪 大声叫道 其他果实们枯天枪地 四散而逃 叫道 我们要死了 我们要被灭口了 苏云和盈盈哭笑不得 只见岛上顿时乱将起来 无数火红色的果实妖怪 四处乱飞 哭喊连天 盈盈大声道 这只是我们推测的一个可能 不一定是真的 就在此时 岛屿突然剧烈晃动 岛上树木摇曳 宛如要天崩地裂一般 那些树木也不是树木 而是藤湖妖怪 纷纷大声叫道 我们也知道这个秘密了 我们也要被灭口了 岛屿的震动愈发剧烈 盈盈也惊恐起来 四下里乱飞 叫道 天结爆发了 我们也要死了 苏云急忙抓住这个昏头昏脑的小书怪 没有好气到 不是天结爆发 而是这座岛屿是活物 他话音刚落 只听轰隆一声 这座岛屿竟然跃出水面 发出一声洪亮的嗡鸣 赫然是一条巨大的昆 那条巨昆路在水面的昆背 足足有十多里长短 因为浮在水面上睡觉 一睡百年 于是昆背成了海岛 许许多多妖怪在巨昆的背上栖息 此刻 那条巨昆四条巨大的旗上下震动 从水中飞起 发出洪亮悠扬的叫声 震耳欲聋 我得知了成仙之节的秘密 我要死了 要被灭口了 苏云急忙站稳身行 只见这海岛四周 有大大小小几百座岛屿 这些岛屿也跟着飞降起来 赫然是一头头窝在一起睡懒觉的巨昆 有的昆背上的海岛 甚至长达百里 不过刚才 苏云可没有看到这些海岛 显然 是苏云催动先路印法 借天地之力 动静太大 将方圆万千里海面上睡觉的昆兜 惊醒过来 这些大昆 与他们背上的果实妖怪一样好奇 悄悄地前到附近 偷听苏云和盈盈的对话 大昆们在空中震动四旗 旗面宽大无比 竟在空中飞行 这些神兽们惊恐万壮 凑到一起哭天枪地 以为自己会被灭口 而那些大昆的背上 还住着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的妖怪 甚至还有海中巨兽 此刻也一发慌张起来 嘈杂杂地四下里乱跳乱叫 苏云黑着脸 他本以为他们在一座正常的海岛上歇脚 交流一下想法 没想到 这里稀奇古怪的旁听者竟然这么多 不过 北海中竟然有这么多大昆 苏云心中微动 想到自己第一次远渡重阳 遇到的那位孤独的母昆 心道 那位昆族的小姐姐 以为我是幼昆 要等我成年去与她繁衍种族 现在我可以告诉她 她有更多的族人 生活在北海 她心情开朗许多 带着盈盈继续前行 刚才推导出的仙剑天节 是一场大过滤阴谋 着实让她绝望 自从我第一次接触到仙剑 这口剑 便一直出现在我的噩梦中 我遇到这么多的高手 他们也都无法破解仙剑 但我觉得 将来我一定能够碰到 破开仙剑的攻击的人 她会带给人们希望 苏云很是乐观 想盈盈道 便比如 我以为昆族已经灭绝 只剩下东海海神宫里的那位昆族少女 却没想到 北海中居然有这么多昆 咱们这个世界太小 在其他世界 一定有能够破解仙剑成仙的人 隐隐重重点头 天空中的大昆们 吵吵嚷嚷嚷 哭了两久 始终不见有天节降临 这才止住哭泣 他们相继落入水中 有的觅食 有的继续睡觉 苏云拦下年纪最大的一头昆 询问道 前辈 沿着北海走 还要走多远 才能到达另一个世界 不要叫我前辈 我还是少年 还在长身体 那大昆与他半游同行 体长数百里 问声问气道 另一个世界被封锁了 有封印 你过不去的 封锁了 苏云诧异 有人魔阵守在那里 说是奉命断绝两界的联系 要绝神通 那里是禁区 去那里的人们会被人魔吃掉 大昆摇头摆尾离开 人魔 绝神通 苏云正了正 盈盈好奇道 这世上有这么多人魔吗 人魔于尽 人魔无童 咱们与东陵主人一起 在北海镇压了一尊人魔 前方还有一个要绝神通的人魔 苏云推测道 盈盈 你说这个镇守在两界之间的人魔 是否便是东陵主人 他们镇压的那个人魔 盈盈笑道 怎么可能 那个人魔是在古代作乱 四处吃人 才被东陵主人等人镇压 上次被灵溪钻的封印松垮 他才有机会跑出来 如果镇守北海禁区的是他 那岂不是说 两界早就通吗 为何咱们一直没有见到 另一个世界的人 苏云也想不出所以然来 他们继续前行 苏云真元日渐雄魂 性灵也愈发强大 只觉距离突破黎珠化作 天象性灵的日子 也越来越近 他这些日子继续琢磨 如何才能动用先路印法 先路印法 一时调动天地元气 威力太恐怖 耗时太长 作为神通 缺点太大 准备神通的这段时间 足以被人击杀百十次了 所以 苏云必须要把先路印法精简 做到催动起来如臂食指 随心所欲 然而这样做的话 便只能尽可能少地调动天地元气 威力有限 而且他还需要不断地观想 熟悉熟练这门印法 只有不断练习 烙印在性灵中 才能当作神通来使用 不知不觉间 又是十多日过去 苏云终于来到 大坤口中的那座雄关 所谓雄关 更应该说是一座黑铁之城 这座黑铁之城 表面会刻着 无数的魔道神通组成的符文 在海洋中明灭不定 散发出令人惊惧的魔威 无边无际的北海上 漂浮着数不清的大鱼 海兽的尸体 腐烂腐败 海水浪涛澎湃 推着大鱼海兽的尸体 恶狠狠地撞击在 这座绝两界的城关上 这座海上黑铁城 便屹立在北海之间 长长的黑铁城墙 隔断两界 所谓绝神通 指的是绝神魔相通 这座黑铁城 让神魔无法往来于两界之间 然而苏云却看到 这座雄关的城门 却不知何故开起了一扇 难道是神帝遇到 原来到这里 把城门打开了 还是说 镇守这里的人魔 真的是被我们天使园的鬼神们 镇压的那个人魔 苏云与肩头的盈盈对视一眼 悄悄向前走去 从那座开了一扇的门户 走入这座魔城 倘若灵溪在这里就好了 便可以骑着她去人魔那里 问问那头人魔黑铁城的真相 真不应该让她 住在梧桐的灵界里 盈盈巧声埋怨道 苏世子 都怪你太不纯洁了 灵溪不愿意住在你的灵界里 苏云不解道 我不纯洁 灵溪不愿意住在我的灵界里 但灵溪也不愿意住在你的灵界里 哼 盈盈侧头望天 我快两百岁了 不纯洁是应该的 可是你才十五岁 便这么不纯洁了 苏云辩解道 可是盈盈 我是你教的呀 盈盈想了起来 恍然道 是哦 那就没事了 第380章 三圣降魔 苏云和盈盈走入黑铁城中 四下打量 只见城中到处是 累累头骨搭建的亭台楼械 还有不知什么皮链成的帆 一面面大帆挂在道路两旁 苏云上前扯动一下 帆面很韧 像是灵气 突然 那帆面中一张面孔 扑到帆的表面 却像是贴在镜子上 面孔被压得扭曲 发出刺耳的叫声 那叫声像是鸭子被抓住脖子 提起来发出的惨叫一般 苏云和盈盈吓了一跳 急忙后退一步 就在此时 只见街道两旁一面面 大帆都浮现出一张张面孔 扭曲 猙獰 嘶吼 这是用灵师的皮囊和性灵来练保 隐隐师生道 苏云心中微动 这种练保方式 的确是魔道手段 袁硕修炼魔道的灵师比较少 但也有一些 魔道灵师 往往是自身资质不足 于是用其他人的修为 来补充自己 这类灵师 修炼的功法神通 据说便是人魔留下来的 这座黑铁城中的魔道灵器 不止这些白帆 还有巨大屁股 堂卡 地毯 香炉 顶炉 甚至石阶地面 皆是有人皮 或者骷髅铺就 练就 而这些灵器中 往往有灵师的性灵 正在灵器中挣扎 嘶吼 甚至 这些灵器还在走动 比如一口金灿灿的大炉顶 四足的每一条足 都是一颗人头骨 头骨上镶嵌着金箔 金灿灿的 下面是腿骨和脚掌骨 也各自相襟 此刻 这炉顶便踩在骷髅铺就的地面上 一边走 四颗头颅 一边做出悲伤的样子 发出惨叫声 而顶上则会满了魔神图案 猙獰可怕 那魔神图案 似乎能够听到性灵的惨叫 很是受用 盈盈 元硕历史上 出现多少人魔 苏云一边打量着黑铁中的恐怖景象 一边问道 他面色凝重 看得出来 这些灵器中的灵师性灵 都极为强大 炼制这些灵番的人 必然也极为强悍 修为实力深不可测 有确切记载的人魔之乱 只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三千多年前 人魔从天事远走出 四处作乱 盈盈对元硕的历史了如指掌 如数家珍 道 那时 正知夫子所处的年代 群星会翠 不仅有夫子 这等开创儒学的大圣 还有开创道门和佛门的圣人 各种后世的显学 基本上都出现了 他们联手 将人魔驱逐 拧回天事远 因此留下人魔的传说 小书怪不知 从何处取出一本书 打开书 书中 有三个老爷子冒出来 都是持续长短 一个是骨骼轻齐 头脚蒸容的夫子 一个是骨骼更加轻齐 头脚更加蒸容的老君 另一个 则是脑袋上长满了肉迹 像是长满肉疙瘩的世家 这三个老爷子 率领许多人 也都是持续长短 乒乒乓乓 与一个四头八臂的人魔开战 一路翻越纸山化海 来到北海之上 三个只骗人老爷子 扬起手掌 手掌放光 那人魔则惊恐地举起手掌 身子倾斜 似乎不敌他们的力量 夫子与第一代圣佛世家 第一代道圣老君 率领当时最强大的人 联手进入天室园 将人魔阵于北海 这是有确切记载的 第一次人魔之乱 至于更早的人魔于尽 因为不在袁硕 袁硕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盈盈和尚书 不知把书策到哪里去了 道 之后的人魔传闻 也闹得很凶 但后来发现 往往只是半魔 半魔是灵士死亡之后 姓灵附着在自己身上 如战死沙场的 朔方侯里家的先祖 这类灵士往往是有大冤屈 或者大执念 但还不足以形成人魔 只能形成半魔 想要形成人魔 其执念会达到 令人难以想象的层次 因此 人魔的数量极少 苏云只知道三个人魔 他最为了解的 便是梧桐和于静 这两个人魔都 有着莫大的坚持 即便是罪大恶极如于静 他也有着令人钦佩 和同情之处 隐隐道 真正的第二次人魔之乱 便是150年前的那次了 只是梧桐没能闹起来 便被韩军与秦武林玩死了 苏云停下脚步 仰头打亮一座白骨宝塔 道 既然真正的人魔之乱 是从天使园起源 那么三千年前的人魔 是否便是 镇守这座黑铁城的人魔 盈盈思索道 东陵主人 也是那个时代的人物 一定也参与了 那场人魔之战 他镇守天使园 多半是为了镇压这座人魔 可惜 东陵主人成神离开了 苏云也是有些惋惜 东陵主人 是从天门鬼市离开的 打算沿着鬼市一路前行 从另一条道路搜寻仙界 盈盈 上次 我们与东陵主人一起镇压的 是人魔的性灵吧 苏云突然问道 盈盈点了点头 我们是以性灵状态 一路追随灵溪 闯入人魔的灵界 发现人魔的封印 被灵溪钻得松垮 于是起着灵溪逃亡 那是发生在夜间的时 人魔的性灵追着他们 穿过一个又一个灵界 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妖魔性灵同化 甚至连鬼神都被他同化 后来惊动了天使员的鬼神们 在东陵主人和灵溪的率领下 他们反扑过去 将人魔性灵再度镇压封印 当时 我以为人魔是被镇压在一座海岛上 苏云仰头 看着宝塔上的符路 道 现在看来 那并非是海岛 而是这座黑铁城 盈盈 夫子 老君和世家 三位大圣所镇压的人魔 就在这座城中 那符路闪闪发光 符路上的梵文 即便过了三千年 依旧意义生辉 正是开创佛门的大圣世家所留下的符路 苏云向前走去 在一座白骨大殿中 看到了开创道门的大圣 老君所留下的赤令 赤令散发出莫名的道运 镇压着这座白骨大殿 苏云踢开挡路的各种骨骼 和人皮炼旧的灵气 那些灵气摇摇晃晃 四处游走 发出惨叫声 这些只是灵气 不是灵兵 灵兵的威力更为强大 所以佛道如三家的圣人来到这里 各自施展手段 苏云和盈盈深入这座黑铁城 看到了更多的灵兵都被三圣镇压 前方 魔性越来越重 苏云心中一沉 三圣一定是一路追杀那人魔 追到这里 因为无法杀死他 所以将他镇压 这种镇压分为肉身镇压和性灵 镇压两种 人魔的肉身被镇压在黑铁城中 人魔的性灵被镇压在其灵界中 灵界中的封印 因为灵溪跑到人魔的灵界中睡觉而松动 惹出很大的乱子 这次两大洞天合并 这座黑铁城中的人魔 恐怕便会得到机会了 因为神地狱道员和罗婉依 在我之前来到这里 苏云飞速向前赶去 前方的魔气越来越重 魔性也越来越强 这魔性 甚至开始在苏云的心底 造成各种心魔 不过他今修火云洞天中的 一代代圣人的传承 心魔随生随灭 影响不到他分毫 稀土的灵世 道心很差 哪怕是神地狱道员 也会被盘阳少女诱惑坠入魔道 一定会被人魔所称 罗婉依权力欲望极大 想将一切权力掌握在手 他又缺乏一个强大的存在 作为靠山 因此 他也容易被诱惑 与人魔一拍即合 而他们在我之前来到这里 苏云内心隐隐不安 无论神地狱道员 还是罗婉依 都有可能中招 成为黑铁城人魔 用来破夫子 老君和世家三圣封印的武器 苏云快步向前赶去 带来到城中央 突然只觉刚才浓郁无比的 魔气魔性 一下子便淡下来 隐隐也察觉到了 不知道为何会有这种变化 这时 苏云看到 一道道粗大的锁链 从黑铁城中心的大殿穿过 那些锁链 拴在大殿四周的石碑上 微微晃动 而大殿前后透亮 殿中居然种着一株菩提树 挂着菩提株 佛光营绕宝树 大殿上方 则漂浮着一卷诗书 诗书光芒万道 传来朗朗诵读之声 大殿上又有一朵 庆云漂浮在那里 庆云中是一座宫殿 有三道门 门中各自坐着一尊神奇 正是道门展三师 而展出了三师神 如道佛三大显学的第一圣人 在这里各自留下他们的宝物 非但将人魔镇压的符符贴贴 甚至连人魔的魔气魔性 都被他们压制住了 苏云松了口气 走到这里 神帝玉道员 罗婉一等人 便不会被人魔的魔性所控制 做出天怒人怨之事了 显学三位大圣 是同一个时代的三大圣人 隐隐从这座大殿中穿过 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 身披锁链 正在殿内读书 见到他们经过 那少年露出和善的笑容 又见面了 苏小友是吧 我见你春风得意 应该是心中报复得意施展 一展宏图 而隐隐也愈发漂亮了 苏云道 道兄为何前去后宫 那少年笑道 你被锁着 又被三大大圣灵兵压着 你也前去后宫 对了 苏小友 前不久这里来了的 自称遇到员的残疾人 坏得很 想要降服我 我不同意 他别用厌圣法压我 让我喘不过气来 他用的是一块石头 压在这座大殿的影子上 你帮我搬开 不胜感激 好啊 苏云不假思索硬承下来 从殿后走了出去 那少年满面稀奇地等待着 过了良久 少年脸色一黑 娘淡的 连老子都骗 你还是人吗